欢迎来到全新迪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30岁迪丽热巴好美 珍珠白裙袖肩颈线条 网友,颜值身材绝绝子 6月16日,迪丽热巴的一组白裙照片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烈关注 一起来看看吧 照片中迪丽热巴身穿一席白裙 微领的设计将她那层次分明的锁骨 以及直角尖展现,十分的性感迷人 迪丽热巴还将一头黑发盘起 也是十分的端庄优雅,凸显了知性美 这一席长裙也是很好地展现了 她那完美的身材,肩颈线条以及修长的双臂 都可以看出在日常生活中 迪丽热巴也是非常地自律了 才能拥有这么迷人的身材 在落日于麾下,珍珠白裙很是衬托出她的优美 上扬的嘴角,也带有几分迷人的色彩 看上去知性优雅 不少网友在看到迪丽热巴的这组造型后 纷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留言表示 姐姐好美迪丽热巴太好看了 颜值身材绝绝子好美 我好爱啊好美 出生于1992年的迪丽热巴 在2015年,凭借电视剧《克拉恋人》 中高文这一角色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随后她又出演了漂亮的李慧珍 傲娇与偏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长歌行》等多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影视作品 2022年,由迪丽热巴出演的《与君初相识》 恰似《故人归播出》 她所饰演的角色也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她还搭档佟大为出演了 于丁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公诉精英》 在剧中饰演江城检察院检察官安妮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悬疑网剧《回廊亭》预告片引人入胜 正片为何刚播两集剧集就被众网友吐槽 昨日由邓家家和张新成领衔主演的悬疑 推理网剧《回廊亭》开播了 相信喜欢看悬疑剧的网友们 一定都在期待这部剧的播出 毕竟剧未播 预告片男女主的CPU氛围感就已经上热搜 吸引了一大波的粉丝关注 《回廊亭》讲述的是邓家家饰演的女主 江远兴英严重烧伤毁容 张新成饰演的富商流落在外的私生子成成 两人因这场大火相遇而改变命运 上演着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的故事 这部剧《改子冬夜归无推理》 小说《回廊亭杀人事件》讲述的是深夜在回廊亭酒店突发的一场大火 由此引发出来的一起遗产纷争事件 遗书将在其经营的回廊亭向家族公开 众人居心叵测 因欲望而引发的一系列杀人案件 将复仇、密室、爱情于一体 对人性和情感进行拷问 在此之前《冬夜归无》的《解忧杂货铺》和《嫌疑人X》的现身 先后都在国内被拍成电影 也获得了不错的口碑 《冬夜归无》作是日本推理小说作家 在国内有着很高的人气 她的很多作品都深受国内读者们的喜爱 《冬夜归无》的代表作之一 《白夜行》也是她的众多小说中 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最多的一部 在日本和韩国被拍成多个版本电影和电视剧 还有音乐剧 都获得了极佳的口碑与热度 她的小说很细腻 对人物的心理刻画 不是非黑即白 很多都在灰色 由此来表达她的价值观 目前就《回廊亭》这部剧播出了两极口碑来看 大部分的网友表示相对于预告片的预期值来说 是比较失望的 首先这部剧的主线路不明显 比较杂乱一会像是悬疑片 一会像是职场片 要么就大部分都是爱情剧 整部剧像是靠旁白来推动剧情的发展 表现令人比较失望 当然万事开头难 虽然就目前播出两极口碑来说差强人意 不过对于男女主的演技 还是受到网友们的认可 尤其是女主邓家家 与小自己一轮的张鑫成搭档的CP 毫无违和感 据悉邓家家也不是第一次拍摄悬疑剧 像是在全名目击中 她就凭借精彩的演出 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奖及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 在2017年主演的 无证之最更是收获了极佳的口碑 和观众的喜爱 邓家家因出演爱情公寓 被观众熟知和喜爱 尤其是她的唐室表演法则 被网友们铭记于心 相比于爱情公寓里面众多 其他的女演员而言 邓家家是一直都有在好好认真的拍戏 没有辜负网友们对她的喜爱 男主张鑫成也有近一十年的戏龄 代表作品有你好 就时光冰糖顿雪梨和已家之名等 以其清新阳光的外形和性格 获得网友们的喜爱 生活中更是妥妥的学霸 热爱学习 张鑫成近期也处在转型期 对剧本的选择上也是有所倾向 向前不久刚开拍的县尾大任 在回廊亭中的表现也是很有张力 尤其是与邓家家的相爱相杀的情感纠结 两人的对手戏真的是带入带太强了 回廊亭作为一部悬疑推理网剧 剧情刚开播就遭到网友们的质疑 也是挺出人意料的 毕竟预告片太引人入胜了 也有不少网友直言都是冲着 演员们的演技去看的 期待他接下来的剧情和口碑 能有所反转吧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 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